從高峰俯瞰整個林地光凸凸 原先的翠綠樹木已經消失 被毫無生機的平地取代 警方出動查氣 發現有部分林地已經變成茶園 還有怪獸機具 以及被砍發的樹幹也放置在一旁 另一處的倉庫裡 還擺放木材數量驚人 這些都是原先生長在林地裡的山木 柳山以及油桶 被爛肯砍發的林地就在苗栗南莊 一名中心男子原本經營咖啡館 但卻因為疫情生意不好 加上龐大貸款壓力趨勢 竟然對鄉林的國有林地 洞上歪腦筋出動機具凱坑 才能順利將全案收集齊全 男子將砍發來的木材 趁著凌晨再運到新竹竹東和橫山轉賣 還用林地種植茶葉 犯刑都被空拍機以一拍下 罪證確鑿人也被警方 依照森林法竊盜侵占 以及水土保持法等罪協移送法辦 三類新聞黃莫真 市議會審明致苗栗 采方報導 我來這裡 有好多 我來這裡 你可以選擇